來到我們今天直播時段的最壓軸的一刻 專業組標準舞五行的排名賽 第一支是WAS YG 沒錯 現在看到服飾方面 有幾隊都選擇紅橙色 但其中有兩隊 一隊選擇紫色,一隊選擇白色 來到專業組 有些基本的東西他們已經做得不錯 包括音樂上 或者抱持姿勢上 現在要看什麼呢 看他一些仔細的技巧 還有他的速度 還有他能夠在有限的音樂裏 如何能夠發揮他的藝術性和音樂性 是三十六號的閃錦浩和李悅森 這個運動員組合身體的能力很高 李君佑和候鳥晴三十八號 他的架子的姿勢非常好 回來這裡是閃錦浩 我們又去到李君佑 這隊是三十四號 彭永朗和林彭 他已經換了服裝 看看他在這裡的表現如何 這個藍運動員依然是有一種 很圓圓、很開心的感覺 這個賽事真的很精彩 因為五隊的運動組合 運動組合都非常有實力 全部都是獲得很多獎項 無論在本地和外地 在世界賽中 在這邊一點都不能夠看笑 賽果如何我真是無法估計 好了,先看看 鏡頭所見就是 廖啟森廉雲軒四十二號的兄妹組合 兄妹組合的動作很純熟 兩位配合很好 能夠在這場比賽中獲得好成績 二十五號的張翔軒和何希文 這隊運動員在這兩個月的海外比賽 有時候成績是很好,越戰越勇 好,三十六號剛升上來 專業組的閃錦浩和李月心 也是衝敬十足 在這裡要博到盡 接下來這一看 這是陳卿偉和田麗琪 四十三號的選手 技巧是非常成熟的 是一個夫妻檔 男運動員的條件是非常之好的身體 無論是柔軟度等等 和舞伴的配合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鏡頭轉到二十五號 張翔軒和何希文 是難分難解呀,家樂 是呀,真的難分難解 我現在在現場都看到眼花繞亂 一直聽你說 真是每一隊都全力以赴 怪我